看一下这是哪里 这里是海南出港的轮渡船 车船过海 晚上好各位朋友们 这里是海口的一个港口 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西洋西下海边的美景 这个船我其实也好多年都没有坐过 现在的港口变化还是很大的 我们再等开船 刚好欣赏一下海上落日 人好像一出门 人心就变得特别开阔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我们到了对面的徐门港 真的是有十多年没有坐过船了 徐门港的变化也是好大 对面的灯光映照在摇曳的海面上 有一种温柔而沉静的美丽 这次过来也是冒着疫情的风险 要去一趟广东 因为有几个料想要去看一下 希望能有所收获 过了暗久出发了 现在开车去卖料的老板家 看看有没有惊喜 我们在回程的路上了 原谅一个太久没有坐过船出门的人 看到徐门港这里面真的是跟机场差不多呀 这个后船厅跟后机厅一样特别的大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还是挺惊讶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这里人特别少啊 显得这个空间格外的宽敞 真的是特别特别大 还以为只有飞机场是这样的 走到出发位还是需要挺长时间 从窗口看一下外面的船停拨情况了 船都很大很新 比我们十几年以前上学的时候真的好太多了 好了 卖了一路的关子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去广东收的料 这个料的直径有点夸张啊 非常非常大 它的长度倒不是很长 但是先看这个直径啊 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开独板的坐板 椅子的坐板 就是画线那个位置啊 可以开好多片 还有后面这两块啊 可以看一下这两根比较整的实心料 也是开家具剩下的这两根 另外还有这一块板 这一块板也是 这些都是适合做家具的大料啊 再回头看看这个吧 还是这一根最牛了 这么大直径的树桩 现在真的太少有了 就是为了它专门去跑了一趟广东 这种东西要等待有缘人了